嘿大家好我是艾妹 今天要跟大家求精求學 打進NBA的籃球員來自世界各地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背景故事 有些人走的路比較順利 有些人光是現在活著就該偷笑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NBA十大勵志故事 給大家看看這些球員 面對注定人生會失敗的打擊時 如何靠著努力跟堅持 翻轉人生 完成自己的夢想 Butler的人生故事 從頭到尾都很引人注目 他爸在他出生時就離家而去 讓他變成單親家庭 只剩他媽媽 但這也沒有維持很久 在Butler13歲時 他媽媽跟他說 我不喜歡你的長相 給我滾出去 從此他過著參風露宿的生活 直到高四時 Butler在球場上認識了學弟 Leslie Jordan 才被邀請到他家贊助 Leslie的家境並不好 一家八口擠在兩房的公寓 但是他的母親被Butler的堅強 以及上進心感動 雖然有六個小孩 當時還懷孕了 卻領養了Butler Butler有家可歸之後 高四場均20分8籃板 是他們球隊的隊長跟MVP 但是沒有收到任何籃球獎學金 所以選擇進了社區大學 Butler大一那年 場均18分7籃板 使他開始收到NCAA第一級別大學的注意 得到幾個大學的籃球獎學金之後 Butler後來選擇念Market大學 Butler剛轉到NCAA第一級別大學時適應不良 第一級別的強度果然不同 他大二板凳出發 只有場均5分3籃板 但是靠著努力 大三成長成先發球員 大三大四場均15分6籃板 大四甚至投進兩顆絕殺球 幫助球隊打進NCAA的季後賽 Butler的大學的好表現 使他得以在2011年 被公牛隊以第30順位選中 這之後的故事 大家應該就比較了解了 Butler在NBA 從場邊遞毛巾到水的小弟 成長到NBA少見攻守都非常優異的球星 Butler經歷過太多注定人生會失敗的打擊 但是他每次都成功逆轉 是我認為最勵志的故事之一 你應該沒有預期一個NBA球員的小孩 出現在這些勵志的故事當中 而且Curry的故事沒有Butler那麼誇張 但是因為他的故事也是相當勵志 而且在上上個影片當中 我沒有從頭講完 所以我現在快速提一下 Curry國中的時候其實非常強 他國中球隊每場比賽都會贏個4050分 所以他教練開始讓球隊跟高中隊伍比賽 而且他們還贏其中一些比賽 而Curry籃球技術自然延續到了高中 前NBA球員Antoni Morrow小時候剛好是Curry的鄰居 所以他們高中球隊常常比賽 Morrow說他以前的籃球技術跟現在一樣誇張 對付他的辦法只有 當他過半場時就開始盯著他防守 假如沒有的話也會被他的3分打爆 所以Curry籃球技術是有的 他帶領他高中球隊打進3次週季後賽 但是不管他多強 他高4的時候還是被說看起來像14歲小孩 身高只有180公分 體重只有72公斤 被許多球探認為太小隻 所有NCAA第一級別大學都忽略他 所以他只好去了Davidson大學 Curry在Davidson大學待了3年 期間打破了NCAA新秀賽季三分球命中紀錄 跟創造了NCAA單季三分球的紀錄 Curry大三對上Black Griffin的時候砍下44分 最後整個賽季場均29分6助攻 三分球命中率接近40%的表現 證明自己雖然小隻 而且運動能力不佳 但是還可以在高強度的聯盟當中表現突出 隨後在2009年以第七順位選中 當全世界都懷疑他時 他相信自己並證明自己的實力 如今他是三次NBA總冠軍 以及兩次NVP 實力毋庸置疑 字母格在希臘雅典長大 但家裡非常窮 Yanis跟他的兄弟小時候 除了一起踢足球之外 為了幫助家裡收起伙食費 會在街頭上賣假的珠寶跟包包 在Yanis13歲的時候 雅典籃球俱樂部的教練 偶然看到他們兄弟踢球 並且邀請他們兄弟來打籃球 那個教練馬上看到他們的潛力 並且跟Yanis說 如果你選擇打籃球的話 我會幫你的父母在俱樂部找到工作 但是在那之前 Yanis從來沒碰過籃球 所以不會運球跟上籃 但是那個教練還是相信他的潛力 甚至在他們家來回俱樂部 幫助他們搬家跟付房租 讓他們盡快離開貧民窟 之後Yanis愛上籃球 並且每天都花數小時練球 而且每年進步不少 Yanis16歲時 在希臘的業餘球隊打球 隔年他進步更多 打到職業的球隊 這也是NBA球壇 第一次注意到Yanis的時候 之後Yanis在2013年 以第15順位被公路隊選中 你看4年的變化有多少 他從沒打過籃球 到打進NBA的球隊 假如當初那個教練沒有教他打籃球的話 這些事情就不可能發生 而Yanis從來沒忘記自己來自哪裡 Yanis私底下有感謝那教練 而且說他能擁有現在的籃球生涯 都要感謝那位教練 而且Yanis新秀年賺的錢 都轉給還沒到美國的家人 因為這樣他甚至有一次NBA比賽 得從家裡跑到球場 因為他沒錢坐計程車了 而且他說他那一年買一台PS4的時候 是他這輩子花最多錢的一筆消費 但是他後來無法接受用那麼多錢買遊戲 而他家人還在希臘受苦 所以他把PS4賣給球隊助理教練 並把錢又轉給他的家人了 Yanis從希臘乞丐變成NBA的MVP 真的是很勵志 身高175公分的Thomas 被認為是地表最強175公分的籃球員 他在籃球場上的能力無庸置疑 但是他的身高讓他無法贏得球炭的讚賞 Thomas高3高4的時候 場均31分 但還是只有少數NCAA第一級別大學注意到他 他最後選擇Washington大學 並在Washington大學待了三年 他三年場均16分四籃板 獲得兩次PAC10錦標賽的MVP 最後他在2011年參加選秀 並以第60順位 也就是最後一個籤 被國王隊選中 聽起來感覺他參加選秀 是個錯誤的選擇 但是這對Thomas再好不過了 他整個籃球生涯都在證明自己 現在他可以向梅選擇他的29個球隊證明他屬於NBA Thomas唯一需要的東西是機會 他一直都是準備好的 終於在Thomas第二次變成賽爾提克球員時 他有了穩定的主力位置 他第一年場均22分6助攻 並開始聲明大噪 第二年場均29分6助攻 參加全明星賽 而且差點得到年度MVP 並且帶領球隊打進東區冠軍賽 可惜他在季後賽受傷之後 籃球生涯不順利 但我相信他在不斷鍛鍊 讓自己回到巔峰狀態 但是不管怎麼說 Thomas用175公分的身高 還可以在NBA有這樣的表現 真的是令人難以置信 我從Lillard新秀年就開始關注他 如今Lillard成長成聯盟前五的空位很了不起 但是我認為最令人吃驚的是 他籃球生涯這條路 他能擁有現在的位置都要靠他在場上的無所畏懼 以及場下的勤奮練球 這些特徵他從小就有 因為他小時候在奧克蘭最亂的地方長大 他說他在那邊所看到見到的事物 大大的影響他的人生觀點 讓他對人生一起打球感到無所畏懼 Lillard小時候籃球技術還沒成熟時 他會從早上九點到傍晚都待在當地籃球場旁邊 研究大人是如何打球的 當其他小孩回家裡休息時 他會繼續待在那裡邊看大人打球邊練左手運球 在Lillard國中的時候 他的教練說Lillard比起一般小孩更具競爭力 在場上無所畏懼 Lillard也說在青年級時 他開始在意球隊輸贏 並且努力提升自己的國家排名 可惜到高三的時候 他的國家排名還是不夠高 當地的球探甚至跟他說 你場上的能力真的普通 離高手還有段差距 Lillard的教練知道 如果跟Lillard說他不夠格的話 會給他更多動力練球 所以Lillard升高4暑假時 Lillard教練跟他說 你場上打球打得不夠努力 你練球練得也不夠勤 你有潛力打進NCAA第一級別 但是現在你甚至無法為我打球 這句話大大改變Lillard的一生 比起其他人懷疑他的能力 他教練相信他有潛力 只要夠努力就行了 這時Lillard感覺未來是明亮的 直到他高4有一次練完球 回家時剛好被幾個小混混找上 小混混拿著槍對準他的頭 還好Lillard馬上決定給他們自己的錢包 讓小混混們放他一碼 這告訴我們他成長的環境 跟為什麼他現在什麼都不怕 後來Lillard大學進到Weber州立大學打球 並且待了4年 他大學期間從一個無人知曉的球員 變成了2012選秀排名第一個空位 被拓荒者以第六順位選中 之後的故事我們就比較了解了 只能說Lillard的故事真的很理智 本來應該死在路上的高中生 變成現在NBA的球星 怎麼說都很令人驚訝 因為影片時間關係 隨便先討論5位 接下來的5位下禮拜會繼續跟大家分享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吧 假如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按個喜歡跟訂閱的按鈕 我還有非常多正在準備的NBA的故事 所以絕不要錯過 那我是艾妹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